差点给忘了 轩儿还有正事在身 可能得先走了 太妃 这殿下的性情 可比之前开朗多了 只是对我 开始藏心思了 宋嬷嬷 大山人 又来了 好久不见啊 宋嬷嬷 天气转凉了 来 这些啊 是给孩子们过冬用的 这副药是给你的 上次见萌萌面色不好 便调了几副药给你 谢谢公子 孩子们正念叨你呢 可想你了 孩子们呢 然后呢 你看 这个姑娘一直找一直找 她跋山涉水地走啊走啊 终于找到了她的书生 真好看 好好见人一见 我也来过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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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想你 这次给我们带什么礼物了 都在萌萌那里 去找她哪儿 来来来 分礼物了啊 走走走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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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是你啊 梁公 你也在这儿啊 姑娘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多谢梁公关心 姑娘身体还没有康复 切莫太过操劳 只是陪这些孩子们玩耍 并没有操劳 慢着点 慢着点啊 姑娘心灵手巧 怪不得孩子们会喜欢你 这些孩子们无依无靠 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也很开心 比起梁公 我做的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姑娘过谦了 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原来两位善人消食啊 真是太巧了 今晚我们包馄饨 留下来跟孩子们一起吃吧 迅哥哥 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包馄饨嘛 我们好久没完一起吃饭了 哥哥 你这包的是什么呀 馅都露出来了 好 馄哥哥 还是我来吧 那就有劳姑娘了 你不介意 我和他们一起叫你 馄哥哥吧 不介意 那你叫我婉儿好了 好的婉儿姑娘 我帮你 这药膏来之不易 小姐可别辜负了王妃的一片苦心 多谢王妃 骊哥定不会辜负王妃的一片心意 红丹 送玉颜 是 他 王妃 仔细伤眼 药送过去了吗 放心吧 都送过去了 小姐 你发烧了 没事 我去找医官 咱们韩灵阁是王府别院 不能直接去药室找医官 此事必须通禀王妃 那你快去通禀啊 现在这个时辰 我怎可去惊扰王妃 那难道就这么等着吗 我们小姐要有什么闪失 横尘王饶不了你 小夕 小姐 为什么毛利玉腹膏 会变成这样 没事 秋秦姐姐 我们家小姐现在情况不好 若她真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都难逃罪责 行了 我去请示焦华阁 秋秦姐姐的恩情 我和小夕铭记于心 小姐 您先躺下吧 什么事儿 沈小姐用了玉腹膏 好像 此药本就凶险 孙医官不也说了吗 是要吃些苦头的 可我瞧见 沈家小姐像是真有些不大好 不像是药性起了的症状 还是请王妃 旧夫溃烂 心夫生长 本就是不易之事 孙医官也交代过了 何以如此惊慌 难不成 你们怀疑王妃要害她 秋秦不敢 王妃这几日为了纳妃的各项事宜 本就劳累 这才刚刚小欺骗客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非要此时来劳烦王妃 那沈家小姐还没有证实入府 就算是身上的伤疤好了 也只是个侧妃 孰轻孰众 你自己颠量 秋秦明白了 谢谢玉颜姐姐提点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秋秦先退下了 秋秦怎么越来越烫了 秋秦没事吧 秋秦怎么还不回来啊 这让下去根本不是办法 我直接去医师找太医 小心 万万不可 没有王妃的指令 他们是不会来的 那你说怎么办 我去趟江花阁 你好好照顾小姐 你快回去吧 王妃已经休息了 谁都不可打扰 玉颜姐姐 求您跟王妃通报一声吧 沈家小姐真的 行了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会通报 可是再能下去的话 我怕会来不及 玉颜姐姐 我求你 我求你救救沈家小姐吧 求求你了 玉颜姐姐 你就跟王妃通报一声吧 玉颜姐姐 糊涂东西 这是王妃的药膳 王妃起身就要用的 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碰到你 还敢狡辩 想得知错 是我一时心急 玉颜姐姐 若再不失救 沈家小姐 恐怕有性命之忧 求玉颜姐姐开恩 通报王妃 怪物出了何事 王妃 王妃 没事 只是一个不懂轻重的丫鬟 打翻了药膳而已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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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华阁送来的御夫膏一定能去到这个吧 等等 你这衣服都开了 姐姐 你这身上的疤 难怪王府上下都知道我身上有疤 神乐器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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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啊 有人吗 快开门啊 快开门啊 谁啊 我这尊医官 不想睡觉就快死了 不行 王府有规矩 你一个别院的事 你怎么跑这儿来啊 我不管 我今日不见到尊医官 我是不会走的 你这大晚上就别吵了 我 你 我告诉你啊 就你这没病没痛的 见不着随便 我 我 我现在是不是能去见一关 我刚刚只是随便说说的 你要真出了什么事 我可他代不起啊 怎么回事 谁去你在此胡言乱语 一关 救救你 去救救我家小姐 你是谁 我是韩灵哥的侍女 救你了 一关 韩灵哥的 回去吧 你去救救我家小姐吗 一关 求你了 一关 小新 小新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救你 救一关 去救一关呀 救一关呀 救一关呀 你 你 你 袁姐姐 求求你救救我本家小姐 本来安安静静的王府 就因为那个沈力哥来了 才搞得鸡犬过你 姐姐别生气了 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吗 钟书令叫我进来 就是替王妃分忧的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只是把孕敷膏里的一味药 多加了点分量而已 放心 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 跟姐姐和王妃无关 这查出来 可是杀斗的死罪 姐姐放心 此事是我一人所为 绝不殃及姐姐 只是一味药 真的可以 只要今夜无人理会 他离死 就不远了 行了别打了 出了人命不好交代 是 是 沈力哥 殿下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他怎么会不在这呢 你让我忘记你 我做不到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我的心意你能看见吗 沈小姐 你怎么样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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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千万别怪我 我也是无能为力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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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找到药了 快 小夕 我药吃了 我药吃了 药好了 小夕 小夕 小夕你药好了 快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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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你没事吧 小姐 小姐 红单 沈小姐 沈小姐 你没事了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被打成这样啊 谁干的 见过沈家小姐 红单到底做错了什么 竟遭刺毒手 红单擅闯娇华阁 喧闹嘲扰 还打翻了王妃的药膳 依辅归城之 郁家之罪 何患无辞 这府里啊 有府里的规矩 沈小姐现在这般模样 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这玉夫膏啊 本来就有三分毒 过程自然是痛苦的 要是没这些疤 就不用说这些 这疤症是我替王妃打的 也口口声声说要以府规逼人 却敢这般对我无礼 你 这里是寒灵阁 容不得你撒影 还不开退下 我都没用 下来 好 呀 他在跟官罪 之呀 你快红单擅闯 我 我很高兴 我 麻烦你 他意思了 你也不得了 等天亮 我再去请衣冠过来 不必了 我能撑得住 你先回我吧 谁乐情 想必 一切都该有个了断 兜哥 出去 沈了停 明月姐姐 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看 谁敢打你啊 我帮你涂药 来 涂一点药 来 你轻点 行了 别涂了 岂有自理 那个沈家小姐 为了一个贱臂动手 我实在是 忍不下这口气 不过是个平民之女 汝王妇已是高看她了 还这般蛮横 若是成了侧妃 那还了得 都怪你 都怪你不够心狠手了 那我 就在她的御浮膏里 再多添蟹剑血枯 看 她能撑到什么时候 这可是你自作主张 跟我可没有半点关系啊 预言姐姐 放心 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两个傻丫头 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呀 小姐 我们也是担心你 来 先喝点药 我自己喝就去 忍着点 我给你涂青疮药 这个很管用的 忍着点 小姐 是我没用 我给你涂青疮药 见不到王妃 也帮不了你 你现在还在生病 我再去找医官 别乱动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清决妄动 可是 放心 他们害不了我 而且 我也不会死 现在最重要的事 你们两个好好地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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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躺下 听话 来 慢点啊 小心肩膀 快 乖 睡觉 小姐 嘘 乖 睡吧 嗯 赤金河 你可有什麼動向 一切正常 真的 初入起居均無可疑之處 尚未發現 繼續盯緊 是 是 妹妹 你不是平常喜歡畫畫嗎 你看這和墨 是哥哥專門託人從腕鈴給你帶回來的 妹妹喜歡畫畫 這手上沒有幾塊上好的墨怎麼成啊 你快來看哪 別喝茶了 殞職的話 還真是栩栩如生啊 最近聽說 妹妹跟彭城王之間的走動多起來了 看來我的話 妹妹是傷心了 是 玉顏 把畫扔了吧 是 來人 把畫收走 你這是幹嘛 哥哥放進來伺候我的人 可真是盡心盡力啊 那都是為了你以後 你這些為了我好的話 我真的已經聽膩了 今日哥哥可以為了一己私利 就對我殷勤備至 若有朝一日我成了哥哥的絆腳石 那哥哥會不會連眼都不會眨一下 就棄我如碧綠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說話 我做的一些 都是為了謝家 謝家 多麼冠冕堂皇的說辭 在你心裡 除了你的利益 你的權勢 還容得下什麼 好話不在於墨的名歸 而是在於指筆人之心 你的墨 會讓我的話黯然失色 拿走吧 你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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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能寫得這麼難看啊 怎麼能寫得這麼難看啊 你 你又沒教過我 你 你又沒教過我 我教你 我教你 你現在教我 將來我就教我們的孩子 你還沒提親呢 你自己也要求 chase你 你怎麼有受傷身為它 你從我身上 歇人 劍二 這幾日都沒有寫職得來信 没有 小姐 很晚了 睡吧 你说 可是被我爹藏起来了 肯定没有 我都自上而下 仔细打探过了 好你个神志 这就拒了 睡觉 明天找来算账去 小姐 老爷不让你出府 不让我出府 不让我出我也得出 小姐 涂了红宝盒再睡吧 算账归算账 还是得美美的不是 还是你激励 小姐啊 怕是要美成狼牙仙子 让沈公子啊 茶饭不私 就是 小姐 喝粥了 小姐 你要乔装出去啊 那当然了 这 你被老爷发现了怎么办啊 你 穿着我的衣服 躺在床上 谁叫都不出去 听见没有 小姐 听话 你们去那边撒水 是 你们把东西放到客房 是 呦 王小姐 你这是 我要找沈之 掌公子在读书 看不方便见客 王小姐 王小姐 掌公子不让 紫禁 张叔 你先出去 那你们好好聊 好好聊 紫禁 你这是 你怎么那么软弱 你怎么那么轻言放弃 紫禁 你这两天去哪儿了你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全忘了 紫禁 紫禁 你给我躲 我让你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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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去回你就退缩了吗 不见人 不见心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全忘了吗 你怎么不躲了 紫禁 我没忘了 我答应过你 我一定会娶你 可要是我爹 他一直不同意怎么办 那我就一直求 直到他答应为止 我沈之 此生只取一人为己 名为王子禁 你怎么宝贝 你担心 我 不许可 当年 我们不许可 你们两个 别闷闷不乐的了 你不能这么多 你不许可 就能了 我只要看到你们两个好好的 恢复健康 我就比什么都高兴 涂药 小姐 你 去 小姐 那个玉腐膏害得你那么苦 你还要涂吗 涂 你先喝点水吧 你没事吧 小姐 小姐 小姐你怎么了 滚 涂药 滚 忍稳点儿 忍稳点儿 你都看清楚了 小姐 我看得一清二楚 她连水都喝不下了还在涂药 看你这条命 到底有多业 继续给她用药 是 是 德哥 我们该走了 这是谁啊 小姐 紫钦姐姐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吃个礼子吧 可甜了 怎么了 世伯还没同意呢 你们两个不要这样了 不就是被世伯拒婚了吗 这有什么呀 大不了 大不了 你们两个就生命煮成熟饭嘛 瞎说什么 看看 你们两个这么快 就复伤复随了 小孩子瞎说什么 你懂什么叫生命煮成熟饭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就按我说的做 看看世伯怎么办 你 闭嘴 好好闭嘴 大人大哥 你一见到紫钦姐姐高兴 是不是就忘了我们今天的大事了 我没忘 紫钦姐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 得嘞 我准备行装去了 你准备行装干嘛 让你们 私奔 你又瞎说 他就是杏子 你别在意啊 你脸红了 更漂亮了 果然是你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孙医官 剑血窟 爹 你别在意啊 凤儿 时间不早了 你先把紫钦送回去吧 将军 我们刚刚 紫钦 让凤儿先送你回去吧 走吧 紫钦姐姐 我送你回去 以后不许跟紫钦抬亲近 爹 儿子放不下 儿子此生非紫钦不娶 王世伯那边 儿子相信 终有一天他会答应的 芝儿 此事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 儿子不管多难 都会等 都会去争取 儿子此生 绝不能负自己 启禀王妃 沈家小姐求见 儿子 叫她进来吧 是 求王妃做主 妹妹何出此言 自所妹妹 用玉夫膏医治疤痕以来 便敢胸中憋闷 高烧不退 本以为 是药效因人而异 但是没想到 郁家严重 刚开始 我想着这玉夫膏 乃是王府衣官所治 绝对不会有问题 可哪曾想 我今日去了药室 竟有人在我的 玉夫膏中动了手脚 王妃一问衣官便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启禀王妃 沈家小姐到药室之时 正好遇到了 这动手脚的小侍女 她正在往熬制的 玉夫膏里 加剑血枯 人赃并获 这动手 剑血枯 那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是亲人 是姐妹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是 小姐 是姐姐 是姐姐 广儿 是姐姐 我母亲 的室家 是 对 你 你 你们 我们的moment 没有 是 你就 你 我 你们是 这是 我们是 是 我 我王子晶这辈子注定是他的人 不过我爹同不同意 我这辈子非他不嫁 子晶姐姐 听见没有 回去吧 关府门 裴今后再赶放小姐出府半途 严惩不待你 是 您要罚就罚我一个人 跟他们没关系 您关得了我一世 您关得了我一辈子吗 你怎么就不明白爹对你的一番苦心呢 您从来都只关心我的人 根本不关心我的心 刘先生 第三种 您是一个人 我怎么进去 这根本不可以 他还怎么了 民有本聪 开门啊 我们没有派军 快开门 开门啊 开门啊 抹去派军 我们抹去派军 我们抹去派军 将军 还在想 芝儿和紫荆的事 若不是当年的事 王兄也不会耿耿于怀 真是难为这两个孩子了 你身为将军 有你的职责 当年的事 将军无愧于百姓 也许 过不了多久 王公他就会想明白的 但愿如此 我不想因为我们以前的旧事 断送了孩子的幸福 三哥 下这么大雨 你还直验呢 不打劲 你们继续往那边巡逻 我随后就到 已经把紫荆 安然送回去了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 那就好 怎么 不听我的 没和紫荆姐姐私奔 后悔了 早上还弄情依依 刚被爹说了几句 这会儿就跟打了双似的 这男女的感情啊 我看就是麻烦 以后 无论任何的阻碍 我都不会有分毫的动荣 至今的心里有我 我的心灵 一会始终有它 至死不渝 这爱情的力量可就是大啊 居然让你这个木头柱子 说出这种话了 真是又酸又动人哪 去去去去 等你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自然就会女的 我猜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死去活来的 我猜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死去活来的 小爷我一个人乐的 自在逍遥 别嘴硬了 感情的事可不是你说了算 好了 快回去 一会儿证书又该不让你回家了 你这是要赶我回去啊 我要跟大哥一起置业 好 那我们走 小爷 薛儿要是忙的话 就不用日日来给母妃请安了 左右 也没什么大事 给母妃请安 是儿子的本分 这香的味道和以往不同啊 真是天竺尘香 你四哥说是宫里送来的 难得得很 说是有助于安神 这宫里送来的东西 果然不俗啊 说起来吧 轩儿啊 你帮母妃看一眼 这是你四哥那侧妃的章程 规格很得体啊 怕是太盛大了 会惹人非议 沈家再丰功伪绩 那毕竟也是数族出身 况且 这府里还有王妃呢 母妃 只要能为设计忠心效力 又何必计较这么多呢 你们朝堂的事啊 我也不懂 只要你们觉得需要 那就需要呗 王妃到 母妃 什么事啊 有人在沈家小姐的 御浮膏里下毒 下毒 她现在怎么样 人没事 下毒之人当场被抓 已经带下去审温了 母妃 儿子还有公事在身 就先行告退了 大婚在即 就别结外生枝了 这件事 先别跟康儿说了 是 都是妾失察了 不怪你 你先回去吧 我去看看沈家小姐 母妃此爱 小姐 你这花叉得 连小新都看不上眼 还不如路边的小野花呢 是呀 我也觉得这漫山遍野的野花 都比这好看 干嘛还要学这个呀 殿下 你怎么来了 参见殿下 免礼 我刚才听王妃说 有人要下毒害你 你可知道何人所为啊 王妃已经在查了 一些小伎俩而已 多谢殿下挂心 彭城王跟沈家联姻 沈小姐应该是知道目的的 所以你一定得小心 你有什么事让她找我 我经常在这府里走动 放心吧 殿下 这些小事 我自然应付得来 放心吧 殿下 这还有我呢 殿下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让小姐学好礼仪 就什么都好了 来来来 你来 你看 你看这不听话的 弄得乱七八糟的 等会儿月妹姑姑 还得来检查呢 你家小姐自幼行走江湖 那是行侠仗义 舞得了枪弄得了棍 不过这插花嘛 不禁他物 没把他弄舌 算你运气好 殿下 怎么连你也取笑我 我 这个应该可以交差了 小姐 你倒是好好学着点 任殿下又不能 每次都来帮你 不过我倒是看会了 小子还这么差 有劳殿下了 哪里 小姐 茶店准备好了 殿下 先喝杯茶吧 好啊 小姐 别动 多谢殿下 这 这 这殿下 不是有公事 急着要处理的吗 我有点儿累了 我有点儿累了 先回吧 是 对了 陆远怎么样了 有他的消息吗 自从陆远帝死了以后 陆远确实安分了不少 对谁也都客客气气 支剑殿意识的时候 连话都不说 以他的心性 不应该 如此别能放下 降了职 削了权 自己的父亲还顶了罪 以他的心性 不可能放得下 我觉得 接下来他会和谢家 合作 谢家 王妃的谢家 没错 是因为我吗 你只是表面的一个引子 更重要的是 世俗的利益 不过你放心 陆远那边我盯着呢 我会让你来 时候也不早了 我还去见见鹏城王 你万事自己小心 有什么事记得找我 你和鹏城王 关系很好 那当然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走了 嗯 不过是本王 纳了个侧妃 不用如此兴师动众吧 殿下难道忘了 太妃寿宴一事 大喜之日 还是谨慎些好 下官已和沈志将军商议 当日 由他负责王府内 东南方巡房 下官负责 王府外西北方巡房 确保大婚顺利进行 请殿下 放心 陆中护 之前可是率领千军万马之人 这如今 为了本王纳妃一事 亲力不防 去财了 殿下大喜 我等定当尽心尽力 只是 殿下和数族联姻 这目前 还有部分大臣 心存微词啊 毕竟此事史无前例 恳请殿下再多给些时日 我们也好 有时间去宽慰那些 心有疑虑的大臣 不分大臣 谁啊 谁 他们有异议 可以直接跟本王说吗 干嘛要在背后为辞 本王心意已决 大婚之日已定 不容更改 是 殿下 何事啊 霍校尉拆快马自丹阳 呈上奏书一封 这丹阳儒雪馆内 有恶徒啊 竟敢用谋逆之文 诬陷学子 还好被霍校尉当场抓获 并附上污蔑的文章 请殿下发落 这本王刚下令在各地开设 儒雪馆 让寒门学子有入室之徒 就有人急不可耐了 从中作口 钟书令 陆忠呼 来 过来看看 这文章用词 为了对付这些 手无腹肌之力的学子们 如此阴损小人之举都用上了 陆忠呼 我看看 殿下所言极是 如此栽赃陷害 确实是不择手段 的确是不择手段 此事一看 就是受人指使 恶意为之啊 这件事 定要慎重彻查 免得那些学子 在白白遭受不白之冤 查 当然得查 霍校被抓获时还说 学子们是因为得罪了 两大门第 两大门第 两位 你们觉得 是哪两大 在下不知啊 开儒学馆 办公学 不就是为了让百姓们 能够懂礼 识大意 这样少一些纷争 各级官员不也少些事吗 怎么就不能体会 本王的苦心呢 我大宋乃众礼之邦 若人人行此忠孝之义 乃大宋之姓氏 还是忠书令十大体 绝不能容这些萧小之辈 胡作非为 殿下说得是 本王就把此事 交付两位 从今往后 大宋儒学馆的学生 就有两位来保护了 这样 本王也就不用忧心了 是 那你们退下吧 终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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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妾莫动怒啊 终梳令 终梳令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士族的利益啊 路中户 路中户 你这一计 还真是思虑欠舟啊 是是是 钟书令 你无须多虑 我自有安排 钟虎 刚收到消息 神力哥被下毒 神乐卿的贴身侍女灵溪 被当场抓获 自作聪明 你居然敢骗我 你好大的胆子 不是钟虎 让我对付神力哥的吗 那现在呢 神力哥安然无药 若钟虎当时能出手相助 神力哥定不会活到现在 但我还敢埋怨钟虎 你该好好想想 若灵溪那个丫头把你供出来 你该怎么办 灵溪不会出卖我的 人行一变 我 只有死了的人 才能真正让人放心 灵溪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我绝不会出卖钟虎 出卖 你有什么可以出卖钟虎的 钟虎收留你 你就应该好好感恩戴德 我劝你不要妄自揣测钟虎的心思 乖乖奉命行事 明白了吗 刘青明白 刘青知错 下次不会了 那丫头的事情 你自己解决 我会解决 不会让人抓住把柄 不妃 吃个橘子 一看见这橘子 我就想起彭承王的生母 也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橘子 找来了争风吃醋之火 后来 所以啊 天底下的事 有所为 有所不为 轩儿不懂母妃的意思 还不明白吗 为什么要去汉陵阁 为什么要去见沈家小姐 我 我只是路过而已 路过也不可以 若是被有心人 制造谣言传了出去 你说你该做何解释 母妃 我和四哥之间是以诚相待 就算有人居心叵测 我相信 四哥他绝对不会怀疑我 轩儿 你太天真了 嗯 还不说 再不说 再不说 就把你送到廷尉 到时候可有你苦头吃 嗯 给我狠狠的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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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怎么来了 我们家小姐看看 那个下毒的小侍女 这种地方 怕是不适合姑娘来 住手 你们都退下吧 是 姑娘 还是让我陪着你吧 怎么 怕她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吗 出去 是 等着沈乐清来救你啊 你倒是忠心护主 可是你家小姐那个性子 你还不了解吗 你待在这儿越久 她的心里就越不踏实 若是她一旦心生猜忌 怕你经不住刑罚 说了些什么 你说 她心里会怎么想 她又会做些什么呢 我可给你一条生路 你仔细斟酌 想明白了 忠elve 你怎么 你 去哪了你 你 你怎么还这么 若无其事的样子 玉烟姐姐 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 这么大的事情 谁还沉得住气啊 沈丽哥今天去了刑房 亲自审问了灵溪 他真的去了 他都问了些什么 我怎么知道啊 他把我们都赶出去了 都是你惹的祸 我告诉你 万一要是事情出了岔子 牵连了王妃 连中书令都抱不住 玉烟姐姐别生气嘛 来 跟我来 干什么你 跟我来嘛 去哪儿啊 来 玉烟姐姐坐 玉烟姐姐 没事的 你别再跟我来这一套 玉烟姐姐 我答应过你 即便真的出了什么岔子 这一切也与姐姐无关 更与王妃无关 我沈乐卿 一人承担 姐姐 我先挑的镯子 跟姐姐很配搭 你真的不怕吗 你真的不怕吗 怕有什么用啊 事已至此 只好迎难而上了 不过 姐姐还得帮我一个忙 你又要干什么呀 还你 我 哎呀 就是借姐姐的腰牌一用 我要去见灵溪 你